兰西的街道往往与码头相连 在这里一种名为鸡子果的小吃 贯穿在兰西人有关早茶的记忆里 旧时兰西水运发达商部众多 千帆进度货物云涌的繁忙景象中 唯有每日清晨码头边的早茶 在热气腾腾的茶饭中 抚慰着往来商骨的内心 在兰西早茶餐桌上必然出现的 往往是穿梭叫卖的鸡子果 面皮擀薄抹上肉馅 抓一大把兰西小香葱 均匀地捏上二十几个褶子 入油锅压扁 灌入调好做料的鸡蛋 纹火煎制 三种食材的鲜香融为一体 兰西鸡子果总能在码头上 活得行人的青睐 朱兰庆制作鸡子果的手艺 是母亲传授给他的 几十年来 鸡子果的香气早已印刻在 朱兰庆心里成为了家道 我的印象中 我们兰西很多家庭妇女 都会做这个小吃 以前就是像我小的时候 家里条件不是很好 记得有一次生日的时候 就是学校回来的时候 走到弄坛就闻到那种 一种很香的味道 其实妈妈为我做几点 就为我过生日 这是最诗词的一个 生日的一个礼物 很小的时候 朱兰庆就常听母亲 回忆起祖辈走街串巷 售卖鸡子果的情景 在兰西人的传说中 鸡子果是当地文化名家 鲤鱼的妻妾 取面食 鸡蛋和兰西特产的小葱 专门创制的美食 带馅料的食物 封建游人 早年间的鸡子果 多数由豆干丝填充 而且没有固定的买卖场所 以速度取胜的制作方式 可以随时让船工们 迅速补充体力 为码头繁忙的运输 提供了便利 如今 朱兰庆已经有了固定的 鸡子果店铺 在墙壁上 朱兰庆用醒目的画作 还原了父辈们经营 鸡子果生意的场景 兰西当年的水运盛况 配合着鸡子果肆意的芳香 让数不尽的时刻 感受到了码头文化的气息 为了配合市政府 推广兰西美食文化的举措 鸡子果的制作 开始了对于传统美食的创新 不同馅料的加入 让游客寻找到了 属于兰西的味觉记忆 然而对于土生土长的 兰西人朱兰庆来说 内心最亲切的 依旧是母亲当年 烹调出的味道 在工作之余 她热心地参与到了 文学和戏曲剧本的创作当中 用充满情感的文字和表演 向人们传递着自己心目中 鸡子果的温暖气息 日生月落 人来人往 鸡子果的香气 陪伴兰西人经历过 翻墙林立的往昔 又回归于一书一时的质朴 从码头荡漾开的波纹 以最朴实的食材一道 寄托着兰西人 最深厚的香情 内心最深厚的那些 说是俩取兰西人 一般複雞油 最深厚的浮箱 没有了